门口走势大排长龙 观光客机老涛最爱来扛一大袋回家 清北知名小盘凤利苏传出出现恐怖小铁块 小朋友坐在地上摇一摇 意外就发生了 站起身从嘴里拿出不明物体 一旁妈妈看到真的吓坏了 塑胶袋里是肉眼可见的银色铁块 林小姐在6月22号到新北市小盘凤利苏消费 买了20颗带回家 结果吃到第6天 儿子将整块凤利苏吃完 惊觉嘴里有异物吐出来一看 近视长达一公分的铁块 仔细看这铁块是圆柱状的 不规则的边缘实在有些锐利 小朋友吃到下了口腔也直接被划破受伤 家长反应后说店家只愿赔2000元 当作精神赔偿 不过实际求证原来店家隔了一天才得知消费者受伤 虽表示会尽力赔偿医疗费用 不过对方却提出请假赔偿 挂号停车 凤利苏退费 甚至精神赔偿6万元 小盘凤利苏被爆混入铁块 新北市卫生局机查 成品及食材都没有见到衣物 现在消费者和业者持续沟通协调 店家只能赶紧补漏洞 以免类似实案意外再度发生 记得盘家人陈轩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